台湾勞工加油 点火烧掉过劳旗帜 华航和工会之间的争议没完没了 如今公司更祭出了关怀班表 从2018年开始 只要每一季试驾并驾总共请了10天 又或是请假总日数达到全体员工的前30名 就会被排入关怀班表 也就是只让空服员飞行基本时数60小时 而且不能任意换班 要确实执行疲劳控管 这样的话其实就剥削空姐本身基本的权利 因为有问题所以才要提出这个政策 有一点不太人性化 因为我想空姐他会请假也是有不得已的原因 民众看法两极 而华航工会更痛批 这根本是惩罚班表 名为关怀实际上是惩罚 会依照淡季或旺季 或者是资深之前的状况不一 薪资减损大概是1万到3万不等 华航更规定空服员 周六周日或是国定假日请假 请一天就以两天来计算 今天只要请一个价别 我会不会就担心说自己从31名落到第30名 造成一个大家恐慌的心理 华航则澄清周末国定假日请一天算两天 是内部的计算标准 实际请假不会分平日假日都是算一天 希望能将请假率降低到4%以内 因为华航它是属于公共事业 牵扯到飞航的排程跟安全 尤其是消费者的搭击权益 当然无非就是要对这些出勤 常常假性请假的员工 对他们做一些监督跟管理 未来空姐三个月内请10天假 就会列入控管 华航声明新制度一切合法 但与工会的冲突恐怕是未完待续 东森财经经文要两立台北仓报道 华航声明新制度吗 这 seバス的呼吸 你的名字画 letzt不必还在 这只能未完整等着 中国茂法 劣 慢慢 感谢观看